我们继续往上画 这一题的话 其实你就记得 反正从下面往上画 那从往上画 要怎么画这个部分 其实第一个你要 稍微看一下 这边有个尺寸 第一个尺寸就是47 从这一点到这一点 是多少呢 这边有个尺寸 47.5 那47.5之后呢 从上面有一条线 从这条线左边到右边 总共多少呢 35加55 所以多少 90嘛对不对 那刚好中分 所以其实左边右边各45就对了 只是说这边多一个10 10主要是 它往上画的那个基准 不一样而已 所以这边的话 往上 那我们其实可以 我的习惯是从这一点开始往上 画一条线 这条线实际上是一个辅助线 那辅助线 我们其实主要 往上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求的这一点嘛 那上面这一点的话 其实就可以去 这一条线之后 然后接下来就可以把它 用什么方式呢 用偏移的方式 偏移过来 再偏移过去 这样的话就可以求出这一条跟这一条线 一直到这里跟这里 那偏移多少呢 其实就是 这个圆的 其实就是这个圆的半径 底下这个圆 那底下这个圆的半径是多少呢 15嘛对不对 所以这边到这边15 接下来我们其实主要这一体比较困难地方 就是在这里 我们怎么知道这一点在哪里 那这一点 其实我们怎么画出 那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一个辅助线 这个辅助线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 我们怎么求出这一点呢 因为其实你会发现 上面有个尺寸告诉我们 这个尺寸是多少 45嘛 所以我们可以偏移过来是多少 一半对不对 比如说22.5嘛 拼移过来之后呢 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就有一条线在这里了嘛 对不对 那就可以画出这一条线 这个就直接把这个斜边 把它连过去就可以了 好那就把它用线嘛 两个端点不就连起来了 这最简单的 好那画一次给各位看 下面的部分 当然画 好